仲在太平山庄中央阶梯两侧的紫叶处现在开始长出新叶 一片密密麻麻的紫红色所形成的红叶隧道 就像走进国外的风红世界 让到访的民众忍不住赞叹 有一种春天赏风的错觉 在我们的太平山庄中央阶梯两侧就可以很容易欣赏到 那也很欢迎民众有机会可以来太平山走走欣赏这样的美景 其实真的不用远到国外 那这边也提醒游客如果有前来太平山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那其实戴口罩的话也是多一层保障 卢东领馆处表示紫叶醋从春天开始长新叶 就一直是深紫色 持续到九月十月 所以只要还没有落叶 常年都可以看得到紫叶醋迷人的风红 不过因为颜色的关系 常常有人把紫叶醋误认为是秋天才会转红的风树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每到春天就开始会有许多的民众来询问说 紫叶醋长叶了没 那这个紫叶醋其实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枫叶 那这个枫叶很特别是说 它并不是只有秋天会红色 它是在春天的时候展开了一个叶子之后 它就是紫红色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美景会显得特别的漂亮 因为它的颜色是紫红色的 而且是很深的紫红色 那这个叶子它会维持从四月到九月期间都会一直就这样绽放 紫叶醋闪耀风红 热情迎接游客的到来 更把太平山装点了浪漫缤纷 所以民众来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一定要记得来一趟紫叶醋隧道 感受美丽动人的风红美景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